天赋下雨 长遭削弱 但这跟我正式不会有什么关系 对线数列嘛 我的真的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抢了直接 杠他 而技能一开 先平安他一下 哦哦 忘记了这数列也能做 但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再哭一回去 再接叼到二技能 直接打成 他还敢还手 其实他心里知道他是打不过我的 他就是为了把技能用完 所以我们直接就追着他了 他就虚了 他一虚 他气势就没了 他气势一没 他就这一杠 但这比特别都让他没有杆透 所以竟然在他扑我前实际的变打 把他的血量押走到最低 追一下走位 直接推他 没想到两面停止吞竟然推不动 而这时我的二技能并没完 但我发现 我还要出现 所以我的向远 还能救 那死一次有什么关系 复活的继续干 抓紧一下雨的二技能呢 手特别的长 先隔墙给他两发掌 就喜欢看他气急败坏 又拿你没办法的样子 想要杀人 那先得诛心 再等一套技能 上去就是跟他干 他要顶 就让他先顶 顶完了还得挨我两发掌 他以为我会继续顶他 所以他开大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的心思可以这么细腻 这下他把他所有的底牌都晾出来了 而我还有两张大牌没用 再给他一把掌 哼 还敢顶我 看来他就真不怕 可他跑了 他开始害怕了 他应该是顶到了我的某个器官 发现了我已经常在体内的实力 现在害怕 晚了 兄弟 那我本身就是游戏 打野还过来支援 这上路不给他打穿了 我都对不起过来帮帮的打野 哈 好偷袭 我云哥在 我硬持他一个大 又有什么关系 云哥 愿一条命看清一个人 亏吗 完全不亏 当自己有了优势 那就得帮助队友创造优势 只要找准时机 下来就能逮到一个小强 两巴的直接顺走 还剩两个残险 我技能全带 我不越他收割 谁收割 所以你往对抗路 你不要老再对抗路 你要游走 你要资源 只有这样才能比正常的对抗路 创造更多的优势啊兄弟 那这么大的优势 你觉得会被几个脆皮追着跑 开个二技能直接一个回头 就把他给秒了 看起来这波是极限一换一 但实际上他们三个打一个 被我反杀了一个棒 外加马克的一个二技能 我亏吗 根本就不亏的 并且我在他们心底埋下了 我能轻易秒杀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思想种子 打心底里 他们已经开始畏惧我 害怕我了 所以我这样的人就定 两个人我可以做到一换一 两个人我也可以拼出一大堆技能 更重要的是 死得快 复活就快 而复活的机制 正是这款游戏 能够占走存活的原因之一啊 兄弟们 别人一局复活不了一次 你一局复活他个十几次 你就比他更有游戏体验 被偷袭有什么关系 你不能秒我 你就得被我秒 大没开出来 有什么关系 我死了 我就能复活 我游戏体验就很好 我经济全队第一 我去打对面经济第三的数点 他能 他能面对我吗 他不能 他想走 他知道他走掉 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我打 他硬跟我打 他就着了我的刀 他着了我的刀 他就得嘎 我们有回血的二斤 他没有 我们有斩杀的大招 他没有 我们有治疗 他没有 我们还有闪蟹 他没有 那他凭什么跟我们打 换你牛逼 被针对了 那说明我是优势 那既然是优势 那就得出全输出 我偷偷的出把破绝 他们就不用任何的防备 他们不防备 那就是在给我们机会 有了机会 那脆皮就是两发展带走 所以他们到时候都想不明白 这个项目的差还怎么能这么高 等他们明白了 高地都被我破两桌了 高地被破了 那内心最后一道防线 就崩塌了 内心防线一崩塌 那打团就会有破绽 这马克就是他们的第一道破绽 一巴掌送他去下去 开个二技能直接产线上去就是干 但我为什么要看产线 这已经不重要了 不够无尽 直接开打 秒掉暗铃网 一技能冲下去就是干 二技能开机魂选 残球开机变伤 表调算息 还有谁 妈的 除了有什么关系 人生的不就如此 没有人能够一番分顺 你也不需要挑战任何人 你为的对手 就是你自己 所以这句我答听好了 所以我没错 哼